这个气球在今天备受国际的关注 其实大家都很想知道怎么一回事 尤其我们可以从里面看到 好多大国博弈的一些影子出现 而首先先跟大家稍微了解一下 整个背景知识 就是它是飞越美国上空的 大陆侦察气球 那基本上据说啦 像这个亮哥也跟我讲 它大概有三个巴士这么大 但是呢拜登政府因为这个气球 就决定要推迟国务卿 这布林肯防北京的企划 而且呢本来是晚上就要飞了 当天早上临时决定 但我不知道想问宾哥 就是这个时间跟地点 有多敏感的这一块 因为现在也不光只是布林肯 原本当天晚上要出发 美国国防部长正在菲律宾 他访问内容也要讨论到 不管是南海的这一些 甚至是如何强化美军的 对于解放军可能攻台的反应能力等等的 地点也尴尬啊 因为这次看到它整个漂流的经过 无论从阿拉斯加到加拿大到蒙大拿 而蒙大拿这个点呢 又是空军基地 而且又是导弹连队之一 宾哥 其实我第一个 我先讲 我一点都不相信 布林肯是因为这颗气球 我一点都不相信 这绝对是因为 双方连基本的会谈的共识 都已经破局了 所以布林肯才没有办法去 我觉得根本就跟这颗气球 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再来这颗气球 真的对美国威胁 也大到这种程度的话 那美国早就把他打下来了 他怎么还让他继续飘 对不对 你不要跟我唬烂说什么 掉下来会伤人 那是气球 那不是个炸弹 而且美国要去解决这个气球 有太多种方法 我讲实在话 因为它是个高空气球嘛 但它也没有飞多高 据说它现在目前 也不过飘在几千公尺的高度而已 所以几千公尺的高度 美军有太多种办法可以对付它 你用个螺旋梁 飞机把它带走就好了 或是用其他的方式都可以解决的 那美国为什么没有这样做 其实它是要留下来做相骂本的 那颗气球 你说它到底是不是间谍气球 从某一个角度上来说 它也算是 但它侦测的不是地上的东西 地上的东西 它卫星看就好 它干嘛用气球 它有病 它那颗是侦测气流的 其实严格来说 它是个气象气球 当初飞来台湾上空 那也是同样的嘛 其实就是同样的东西 就是它在侦测整个大气的环境 然后你在北美上空 阿拉斯加上空 它一路在侦测这些气流 相关的 它在收集这些data数据 它收集这些数据要干什么 对它未来 它要发展一些 相关的一些大气的研究 或是气象的预测 或是解放军要做的 比如说我的导弹的参数的改进 或是我的飞机的参数的改进 其实都有用处的 美国自己都在全世界 到处收集这种讯息 实际上就是这样子啊 那只要有机会 所有的国家都会做这件事情 这没什么好奇怪 所以美国故意要把这件事情 闹大干什么 因为 现在它在全面的 对中国大陆进行围堵 所以它必须要找一个相骂本来做 所以一个很简单的需要 老实讲 我再次重申一次 如果美国认为它会有威胁的话 它会让它飘到空军基地上空吗 你觉得会出现这种事情吗 而且你说这个掉下来会砸到人 你真的掉下来 你以为美国每个地方都是密码 都跟台北市一样都是人 它只要等气球飘到一个空旷的地方 把它打下来不就结了吗 所以这根本都是骗人的 那只是为了要去凸显 因为最近我老实讲 布林肯本来2月5号要去 可是现在发掘很多东西 实在没有办法谈拢 所以本来 本来拜登还跟麦卡锡谈好了 就说你先踩个刹车 先不要刚才讲出来 布林肯先去 以利我们做最后的谈判 但是我相信一定是中方要求说 如果你没有办法保证麦卡锡 不去台湾的话 那你布林肯其实也可以不用来 因为你来也没有用啊 因为不管我们2月跟布林肯 谈了任何东西 双方有任何初步协议 你只要4月麦卡锡去台湾 这些协议全部作废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啊 所以宾哥你认为那关键卡的顶 有可能就是麦卡锡 我认为是麦卡锡 我认为是因为 因为白宫实在也没办法做这个保证 因为他也没有办法去控制麦卡锡 之前他从党的培洛西 要控制不了 那一个敌对政党的麦卡锡 他怎么可能控制得住呢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白宫没有办法做这个承诺 所以北京就说 那基本上 那我们大概就不用谈了 那既然不用谈的话 所以布林肯之号 他不愿意是讲说 是被中国大陆这边阻断嘛 所以只好讲说 是我自己不要去的 是因为你那个烂气球来监视我们 所以我们不要去 所以我觉得找这种理由 其实在明年人看起来 都是很可笑的 就我的看法跟宾哥差不多 差不多啦 就是说 你知道我看到那个的时候 我还以为是100年前的 那个齐柏林飞船 新能保护有没有那种感觉 OK 那当然是一定有什么事情 没有瞧好了 然后拿这个来做借口 那基本上现在 因为我们知道20大也结束了 然后美国其中选举也过了 应该不会要剑拔弩张 不过目前为止 美国是有求于中国啦 也就是说利用中国 然后乌克兰 然后要来对抗俄罗斯这个部分嘛 你有求于我嘛 然后麦卡锡 那已经选完了 干嘛麦卡锡又要来呢 你知道这损人 那也讲说损人是对你们 因为他是共和党的嘛 对民主党有帮助吗 所以呢 忽然我会觉得像这种东西 本来应该都是巧好的 但是最后这个 因为麦卡锡的关系 所以呢大概 我跟你知道就是说 布林肯大概去了 大概是无功而返 不如说现在自己说 我不去了 比较好啦 大概是找个借口啦 所以宾哥讲的完全是对的 完全是对的 所以我没有能超越你的 没有 没有 不会 但是老师我问一下 那就是这之间原本我们还看得出来 双方还想留点颜面 像是美国的这个原本他国防部的说法嘛 原本还说这是情报收集功效又不大 又不比卫星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当时这个陆方也赶快就说了 就是无人飞艇 因为不可抗力的因素 然后而且它是叫做 严重偏离的预定航线 他也强调这叫做民用性质 用于我们刚刚提到的气象等科研 本来好端端呢 就是各自都已经出现一个 很和缓的把这件事戳掉 那反正布林肯就不来 结果后来呢 你看到这个美国国防部 他一天马上就出现了转变 突然就变成说 这颗气球导致布林肯的暂缓访华 更提到不可接受 而且不负责任 我们刚看到陆方的最新回应也说 谁跟你说本来布林肯要来 没有谈好啊 没有这一场预期的访问 你知道就好像说 我们检掉通常的一些案子 在养啦 适当的时候就会释出来 转移交点 那你知道中国跟美国之间 叠对叠啊 你知道留学生也好 那些交换的这些 然后美国到中国也是一样 退伍军人如何被收买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嘛 当然有一天要出事的时候 要转移交点或怎么样的时候 才会爆炸啦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高来高去 不过基本上就是说 还是就是麦卡锡啦 人家问说 你到底来这个是要怎么样 我这一天现在目前为止就是说 到底谁要请他来 或者是他自己要来 要还人情等等这个东西 有没有台阶下等等 我会觉得可能还是会跟去年一样啦 你看知道去年 我们那个陪洛西陪宇来对不对 阿嬷不是陪宇啦 OK来的时候 我是觉得让中国跟美国之间 还有一个两个讨价还价 我们是被白嫖了啦 所以这次还好啦 已经前金给了 后续就免了啦 所以宾哥我最后问一下 你怎么看就是为什么美方跟陆方 突然要说法打变 这个一定是这样的啊 因为每个国家都要维护自己的面子嘛 这是很正常的 就是美方先key pie 他们就大陆不高兴了 一定的啊 因为我觉得大陆本来想说低调 那我们就当做没对回事 那结果你美方故意要这么高调说 是因为你们这个气球 那我是大陆啊 我有讲说 谁说的 我根本要你来啊 是你自己说你要来 我们有讲过要让你来吗 对不对 就是这样 就我觉得现在已经 已经沦落到 变成两国在向小孩子吵架的地步了 我觉得就没什么意思 这个就是互相维护自己的颜面 其实很无聊的一件事 原本是大国博弈 就是现在跟海洋小朋友起打招 那我要来问 他是澎湖浮蓬奇莱登酒店推出的 海黄鲍鱼干贝XO酱 小小一瓢啊 可是有大大的学问 里头有很多像是呢 这大干贝 就有很多像是这20多种的氨基酸 其实对于你人体之间是非常有效的 因为它里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在加分